令展再公開將軍澳常德停車場多條閉路電視片段 見到一個依著和墮樓死亡的科大學生周子諾相似的男生 在停車場陪會 和警方描述的情況吻合 有樽華報導 在令展公開新的閉路電視片段裏面 有一部在二樓的閉路電視 拍到一名依著和科大學生周子諾相似的男人 在11月4日零時28分 走過二樓圍欄外的平台 之後在零時47分、49分再次走過同一位置 當時他正低頭看手機 和警方早前交代調查顯示 周子諾在停車場徘徊的情況吻合 另一部在三樓停車場的閉路電視就拍到 在零時52分 在零時52分一個身穿藍色衣、啡色短褲的男人 在周子諾墮樓地點的另一邊走向矮場 用雙手撐起身體向下望之後離開 但他的衣著和周子諾當晚的衣著並不吻合 到了零時1時59分 同一部閉路電視再拍到一個白衣男人 嘗試跳過矮場 懷疑踏空 但他雙手在捉在場邊 十幾秒後找到支撐 再爬回到矮場之內 有線電視記者由進幕報導